这一讲我们讲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四弟说 上一讲我谈到讲法的舍未成底元经舍 然后有人告诉我这念止元经舍 其实我知道他念止元经舍 在佛教里头有大量的词是外来词 或者是音译词非常难念 比如摩赫 比如般若 我可能在讲课里都会念念出这个我自己的音来 比如般若 我都不会念般若 因为是这样 这个大乘讲法 所有发音是以弘法为目的 就是以传法者弘法的方便为目的 所以我们一般不追求每个音都给大家念正确了 可能有的音会念错了 然后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下面我这张讲早期教义四弟说 佛教经典 它不是一个人创造的 或者说佛陀并没有写过一本经书 而且佛教经典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它是长期的多民族的多文化的产物 因为佛教经典 它随时随地都会以如是我闻的形式涌现出来 现在明确的可以证明是佛陀 佛本人意思的只有小乘阿含经 剩下的可以说全部不是佛陀的意思 甚至是违背佛陀的意思 佛教跟印度教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非常的宽容 产生在印度的宗教都有这种宽容的特点 这跟他们对真理的把握有关 佛教和印度教 就是在印度这块地区的人 他们有一种概念 说真理是山顶上的明珠 但并不是只有一条路才能爬到山顶 可能通过不同的路都能登到山顶 所以把握真理 可以自己寻找自己的道路 而佛教经典就是这么一个特例 我们可以明确的给大家讲 没有一本佛经是佛说的话 能表达佛经意思的也仅仅是小乘阿含 佛祖没有留下自己的经书 当他入灭的时候 有弟子问佛祖 你死以后我们以何为师 佛祖说以戒为师 讲到这儿 我们就要讲判定一下 哪些教义是释迦摩迪的思想 哪些教义是后来的思潮 关于释迦摩迪的思想到底是哪些 其实现在已经不能明确的确定 但是有一个大体的范畴 这个大体的范畴 我们在学术界称之为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或者说早期佛教 对当时沙门普遍都关心的本体论题 不愿意考虑 我们前章曾经谈到 印度教哲学喜欢讨论本体论 中国哲学喜欢讨论集体论 而释迦摩迪 他也不愿意讨论本体论 根据杂安寒经的一张记录 说有一外道 我们前面说在六师外道里 向佛祖询问了十四个问题 关于世间是常是无常 世间有边还是无边 如来死后是有是无 身体和生命是一还是义 就是不同 整整问了十四个问题 佛陀都不知可否 拒绝回答 佛陀有一明确的概念 这个概念跟他同时代的孔子的概念是一样的 他认为如果讨论 就讨论最迫切的问题 不要去讨论无关的问题 他认为当前世界最迫切的问题 是人的解脱问题 去讨论本体论 人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来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哲学问题 从何处来 为何而来 你是谁 他觉得讨论这些东西徒劳无益 佛陀在讲法的时候 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说一个人中箭了 你不是马上过去拔箭就给他治疗 是一伙人站在这讨论 说你看这箭是什么做的 射他的弓是啥样呢 这是谁射的 射进多深了 这么深能不能致命啊 这是本末倒置 已经走入了讨论问题的歧途 佛陀认为提出问题是为了给答案的 而答案必须能解决问题 佛陀以及他的弟子最关心的问题 都在于人的本质问题 和人的解脱问题 可以说 佛教的全部学说 都是按照这一主题展开的 佛教后来分裂成很多很多派 教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但是各派共同承认的基础教义是什么呢 就是四地 四地就是佛陀悟道的核心 也是初传法轮的根本 我们都很清楚四地 而这个地 这个也是个中文没有的字 这是一个印度哲学的专用字 在印度哲学里 地这个字是概念的意思 是实在的概念 或是概念性的真理的意思 就是说 印度观 真理概念 或者实在概念 就叫做地 所谓四地就是四真理 或者四实在 四地 苦 极 灭 道 这个大家都知道 苦极是一部分 灭道是一部分 这是大家在谈四地的时候 不注意的细节 就是苦极在谈一个问题 灭道在谈另一个问题 苦极谈的是人的本质 和本质形成的原因 而灭道是指明了人解脱的方法和归宿 就是说两者 苦极是解释世间法 而灭道是解释出世间法 我们展开一下苦极灭套的讲解 如果大家对这种学理式的东西 没有什么兴趣 可以不听后面的这一章 因为这个东西就进入理论上 首先我们谈一下苦极 苦地 是把人生判断为苦 并以死为真理 这个实际是佛教理论的基础 不容讨论 一旦讨论 就会出现整个佛教大厦倾倒的问题 就是说 人活着就是苦 如果你不承认这件事情 那整个佛教的哲学就没法展开 佛教把人的感受分成了三种 一种叫苦 一种叫乐 一种叫不苦不乐 但是 他给你分析了一遍 分析完了之后 说根本上这些感觉都是苦 人生就是一大苦聚 全部苦都聚一块了 于是这一教义就成了佛教的出发点 关于苦地这件事情 我们引入一个小的知识 就是大家都不了解 佛教为什么从小成发展到大成 从大成在印度本土 又被印度教彻底连根拔起 这里头有传教的原因 有宗教概念的原因 有文化的原因 其实大家都互视了一个根本原因 这个根本原因就是佛教的利论原因 佛教的利论把人生利论为苦 这是小成的基础利论 其实到大成的时候 已经意识到这个利论有问题 因为苦与乐是具有相对性的 如果从因缘的角度上讲 苦与乐是相对性的 苦 它也可以是乐的因 乐可以是苦的因 但是没有苦就没有乐 如果忽视了乐 那还谈苦干什么 而且在人的具体生活实践中 往往是愿意吃苦去忍受 为了患得欢乐 所以这种苦与乐的相对性 被大成佛教抓到了 知道了小成佛教概念上的一组矛盾 就是它概念上和现实体验中的矛盾 于是大成宗教就不注重谈到苦乐 实际上就是不苦不乐 就是苦乐具有相对性 但是它再往前走一步 只要再走一步 是什么呢 就是乐才是人生的本质 因为这个事是定义问题 比如说我们定义所有数的起点是零 那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数学来 如果我们定义所有的数的起点是一百 我们又可以推导出一套数学模型来 它完全都是合理的 所以佛教给定义了 它的起点是人生是苦 它下一步走到大成 是因为意识到苦的问题 所以就是苦乐相对 苦乐一统 它再往前走一步 那人生就是乐 所以到了印度教的时候 就把追求欢乐 追求欲望 实践欲望 变成了教义的一种根本 所以而这种教义 却是更受老百姓欢迎的 就是不是什么时候 老百姓都愿意听你整天讲 人生是苦啊 人生是苦啊 大部分的老百姓还愿意听你讲 人生是乐呀 如何实现你的乐呀 所以它佛教的发展过程 包括在印度的灭亡过程 把各种原因的和合 其根本原因实际是 它对人生整个的利论原因 就是它的利论是 人生是苦 这也就是所谓苦地 这也就是所谓的